美中两国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其中包含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的内容 我们知道美国农民在贸易战中承受损失 如今第一阶段协议达成 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介绍 卡拉 欢迎你 谢谢 包容 是 那么现在美国农民对这个协议的反应是什么呢 嗯 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其实美国农民在贸易战中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今天我采访到的几位美国农民呢 他们普遍对于第一阶段达成贸易协议 还是表示比较欢迎的态度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农产品的期货市场 今天也是得到了一定的提振 那么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同时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这一次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对于美国的农民来讲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信心上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是对于他们其实最关心的具体的细节 具体的内容 他们并没有得到答案 就比如说中国要购买美国多少的农产品 什么时候开始购买 是一批购买还是分批购买 这些他们都并没有得到答案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我也是采访了美国的农业大洲 爱尔华州的大陆协会的市场部主任 格兰特金伯利 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好的方面是现在双方在对话 离达成最终协议更近了 他们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协议 这肯定是好的一方面 比双方不对话要好 但我想大多数斗农还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等待协议最终桥定 等待具体内容 因为虽然白宫 美国政府 中国政府都传递了积极的信息 但当谈到细节的时候 他们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 在这方面 大家可能都需要再等一等 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 包括协议要如何的实施 还有没有别的因素 是一次性的执行 还是要分几年来执行 豆农在等待这些答案 他们也在等着看 双方政府如何反应 是我们看到就像金波利所说的 因为这一次两国的声明之中 都缺乏具体的内容 所以美国的中西部农民 对于这一次的贸易协议 还是保持以这个谨慎 但是冷静的这样一个态度 那我们知道这个贸易谈判还在继续 那么对于美国农民来说 他们对于接下来政府 以及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 对他们和他们关系最紧密的 就是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 因为此前有报道说 这个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 此后是每年要购买500亿的 美国的农产品 那么这500亿的这样一个数额 是之前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 峰值的还要比这个峰值还要多一倍 那么如果真的可以获得落实的话 这无疑对于美国农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但是目前这些还都不确定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农业生产 我们必须要知道 农业生产是需要一个 长期规划的过程的 不是说两国政府今天达成一个口头的 甚至或者是一个书面的协议 就能够立竿见影地改善美国农民的生活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像今天我也采访了一位 美国的养猪的农民 他叫麦克普斯汀 那么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现在美国的农民 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可预见的将来 因为只有这样 美国农民才能够给自己的经营 给自己的农场的经营 做一个长久的规划 那么我想这也是很多的 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的心声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贸易战 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个体的农民来说 他们现在可能更关心的问题是 我地理的大豆 今年能不能按时地收割完成 而不是说两国的政府 在这个他们发表的声明中 有哪些字眼可以得到怎样的猜测 所以他们现在对于两国的 这个拉锯式的贸易谈判 以及没有内容的这样一个贸易协议 没有具体内容的贸易协议 他们也是感到有些厌倦了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金柏利呢 其实他也是持一样的观点 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豆农现在都感到疲倦了 因为这些贸易协议的走向 似乎是一天一变 双方有很多拉锯站 但很多报道的内容都不同 有时候是完全相反的消息 我想现在大多数农民的态度是 我现在不要为这件事情担心了 因为没有什么他们能做的 所以我想很多农民并没有很仔细地考虑贸易协议这件事 因为变化太快了 直到公布更多的协议细节 农民的态度可能都会如此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其实在贸易协议中 农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受害者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的农民 是在贸易协议中受益的 就比如说加州的这个大蒜的生产商 那么今天呢 我也是继续回访了 我们之前采访过的这个大蒜生产商 克里斯托弗农场 那么这个经营者他就告诉我说 他当然这一次大蒜 对中国的大蒜施加的关税并没有被减轻 但是呢他也表示说 他即使中国和美国再达成第二阶段的结议 或者之后的结议 他也并不感到担心 因为他说他有信心 美国的贸易代表呢 是会在确定中国一定要遵守国际准则的前提下 才会取消对中国大蒜的关税的 所以我们看 但是他也告诉我说 他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但是他想要的 最终他最想要的 还是中国可以遵守国际上的规则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对受害的农民 还是受益的农民 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对他们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 其实美国的农民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和更多的效果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卡拉今天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好了 谢谢 谢谢观看